好 现在画面上您看到的作品都是台湾现代版画之父廖修平教授的画作 除了有着国际视野之外 还带有浓浓的台湾生活特色 融合东西方的艺术文化 非常独特 画板上汤匙 叉子等日常用品符号都成了主角 以台湾传统红黑金等颜色来做搭配 让作品双幅呈现出热闹的感觉 而在庄严的庙宇前面 人的身影显得渺小 要表现宗教神圣的意涵 这些富有东方韵味的版画作品 都是艺术家廖修平自己的生活体验 有时候在龙山寺附近长大 我就把龙山寺的前面后面门 门绳 或者这种祭坛 拜相礼 修金串 我把这些都搬上去了 被誉为台湾现代版画之父的廖修平 从小生长在万华龙山寺 因此民间传统和寺庙文化 也成为他重要的灵感来源 过去曾去日本 巴黎和纽约进修 让廖修平学到各种的版画技法 加上经历东西方文化的洗礼 开创出独有的版画风格 而他也积极培育新一代的创作者 我是有回来转售给他们以外 我希望他们走出去 不要一直在台湾 世界蛮大的 只有台湾台北而已 你才会知道自己多渺小 四十多年的艺术创作 廖修平在他的版画世界中 不断摸索创新 开脱出国际视野 并且融合台湾元素的创作 不仅树立个人风格 也成功传递台湾文化的特有魅力 谢谢蔡英国俊林特报导